6月16日是父亲节 近日记者在桃园市环游世界1998咖啡馆里 见到了一位有点酷的老爸 台湾爸爸陈守中 带女儿骑着单车环游了世界 57岁的台湾老爸陈守中 在1998年就曾骑单车环游世界 2002年女儿陈轩出生 在陈轩6岁时 陈守中就曾带着女儿完成了2100公里的四路单车行 那时候是因为很喜欢看西游记 然后因为西游记的场景都是在四路那里 然后爸爸就说他会带我去那边 然后后来去的路上就是也是很开心 可是后来骑车就蛮累的 天气很热 然后又要骑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就有时候会很想放弃 为了减少女儿的辛苦 陈守中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 拖车棒 他自己要骑 然后又要拖着我 然后就会很累 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开始慢下来 然后慢下来之后 隔一段时间他又会再 就是继续一样维持速度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时候很累 所以我会就是骑一下 比方骑 骑到快天黑了 然后我们还没到旅馆 陈君也会讲说爸爸你要不要我下来自己骑 然后来让你减轻你的负担 然后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旅馆去 这个过程我会觉得说 其实那个感情就会变成不是一般旅行能够激化出来的 陈守中说自己是个有点不一样的老爸 他不太在意女儿的成绩 认为孩子的教育不一定要在书本上 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去体验 更有助于开阔视野建立世界观 在这十年里 陈轩跟着爸爸骑着单车横越了北美 亚非欧洲和南美各国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让他们认识了不一样的彼此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 所以说变成也培养出了一个像当兵的一个叫做革命情感 那一天刚好要爬一个上坡 那一天是八公里的上坡 我本来没有预计陈轩可以骑得上去 后来一路陪伴着他我们将互相加油 结果那一天真的骑上去 那个过程让我觉得哇陈轩好厉害 也没有在路上哀哀说他骑不上去骑不动了 就是觉得他很厉害 然后也很就是很坚持 然后很有毅力 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 可是去完才知道就是他其实很很有毅力 然后很厉害的 今年十六岁的陈轩 现在在中科学校学习护理专业 对爸爸沉重而言 青春期的女儿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黏自己 难免让他有点失落 但他觉得家长应该放手 让孩子自己去翱翔 很多人都怕交男朋友怎么样 其实他都有男朋友 他的时间他自己要去安排 反正他现在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个体 很多家长都会对孩子期望 我倒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看他自然发展 就是说他照他的生命里面 找他自己的价值 这样就好了 陈轩继续加油 还有四年的时间 你学校武专毕业之后 反正就是继续加油 你的路还很长 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 还是要快乐长大 希望他健康啊 因为前阵子他生过一场 就是蛮 算蛮大的病啊 然后可是之后 就是还是停下来的 所以还是希望他以后 就是可以更健康一点 然后再继续加油 再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